我们分手吧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有一座山 山上有个洞 每一个洞里都住着一只羊 后来来了一只老虎 它没有吃第一个洞里的羊 没有吃第二个洞里的羊 也没有吃第三个洞里的羊 也没有吃第三个洞里的羊 更没有吃第五个洞里的羊 为什么 它飞食了第四个洞里的羊 因为它是老虎 它想吃谁就吃谁 你回它的好无趣啊 这是我问过你的问题 我是想问 我在你心目中 是不是就是那只 没所欲为的老虎 而你就是那只被选中的羊 不是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没有把我想成 像其他副将子弟一样随便 谢谢你能明白 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 今天 你跟我说这些 是因为在店里看见关海了吗 我是看见关海了 但我不会认为你没有什么的 我只是看到你很开心 我知道 这在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了 很多时候 我一直想让自己相信 我们的快乐时光 只是离开一小缝 它终究会回来的 可今天我确定了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 三年前 我遇见了你 就像遇到了一个梦 三年以后 我又从梦想中回到了现实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我真的累了 我知道 你曾经想在我这儿找到 属于你的归宿 你也为此努力过 也许 我们这辈子的缘分 就只有三年 在这三年里 我们彼此都快乐过 天儿 我们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轮廓倒影执着 这陌生角色 仰慕着每个角落 双人一半过 爱不仁看多 拧住寂寞 忘不穿 其实我早就知道 早晚都会有这一天 这三年来 你跟我 都不是很开心 你说过 我不够认真 也不够努力 这些我都承认 这些我都承认 也许是三年前 你一下给予我态度 让我觉着 往后的每一天 都想在国外的日子里 过得无忧无虑 你 再也不用看别人的颜色 可是这三年 你不是开会 就是忙着事业 有的时候让我觉得 自己就像 你书房的工艺品一样 没有 来 恭喜你 你 好 我希望 这件事情等我走了以后 再告诉阿姨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分手了 我们还能做到你 那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告诉我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了 谢谢 但留你我曾经清楚这爱过 如果可以的话 我相信你吃个饭 实在抱歉 我不太习惯跟陌生人吃饭 爱过 你这个死丫头 你就穷命 你穷命 那么好的一个男人 都让他白白的给走了 都守不住 我看你以后怎么生活 我觉得现在我挺喜欢的 我挺喜欢自由的 你现在这样挺好的 你喜欢自由 等以后见到和新北风的时候 我看你喜不喜欢自由 你快快 赶快打电话把他给我追回来 快打电话啊 你要是不打电话 把他给我追回来 我就绝食死给你看 妈 我也跟你说 你再逼我 我连水都都绝了 他也要是iner 你一定带你去俩感情 可能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厌倦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厌倦了 疲惫了